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我们一般做面包 应该大部分就是看到 这一堆面粉 酵母 糖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一盘 哇 这一盘满满的蔬菜 我们全部要把它放到 跟这个面团一样 放到面团里面一起进去 我们要做的是野菜佛卡项 邀请到的是钟晏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你看 这么帅气的老师 然后给我们这么丰富 这一堆全部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吗 对 其实蔬菜很好变化跟运用 如果我们今天家里有 可能大的玉米 你把它切片也可以 或是秋葵 可是我大部分看到的很多是葱而已 就葱面包嘛 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换一些 不一样思维 对 然后就是我们即使没有用到肉 或一些其他 也可以让面团变得很美 而且居然还把茄子弄进去 太厉害了 那这个佛卡项 我觉得茄子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对 如果我们放在面包上面 它会变得一个很跳的颜色 这样子 而且它很营养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面包里面 对啊 好 我们很期待 看看这个野菜佛卡项到底要怎么做 好 没问题 然后其实野菜佛卡项 我们今天用的面包款 比较接近像是法国面包的变化款 它是用法国面包 然后也可以算是法国面包 跟拖鞋面包中间那种东西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们有加了油跟糖 对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做法不一样是 我们变成盐最后下 其他盐跟橄榄油不要下 是 其他一起下 对 因为结构简单的面团 我会用后盐法 就是盐巴比较后面再下去 对 因为它这样子对面筋的形成会比较好 对 就是不像我们一般直接法 有可能酵母会晚一点下 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会是酵母 就是 盐巴跟橄榄油不要下 那这边糖跟老面先下 对 没错 那我们就一样开始 所以它做出来口感就会不一样 对 它会比较接近 有嚼劲一点的面包 对 是 然后野菜我们在烤的时候呢 我一样会用粗菜橄榄油 在面团整个周围 所以它烤出来的时候 它是底部酥脆的 底部是酥脆的 对 一般我们大概吃到佛卡下 会是比较松松的 对 然后软的有弹性这样 对 软的 所以这一团是老面 对 所以老师你的老面大概会是放那个面粉的 不要超过百分之二十 对 差不多 对 好 谢谢 来 好 一样 我的习惯就是水不要一次全部都加进去 那你要一次加多少 大概就是我们总水量 然后会加三分之二这样子 加三分之二 所以留一点点 对 那留这一点其实是因为怕就是天气啊 或者是面粉的湿度 对 没错 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掌控到软硬度 所以真的留了一点点 对 哇 老师这个 你这个野菜佛卡下 坦白讲我很爱逛面包店 对 我没有看过 有人把这么多蔬菜放到下面去 那老师你做面包 因为我知道你出了一本书 叫 美味想象实践 所以感觉上我觉得你看待面包的那个笑容 其实我觉得是不太一样 你很爱面包对不对 很爱面包 所以你店里面只有面包 对 因为就是我们学徒的时候 就是面包蛋糕西点都要学 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真的对面包很有兴趣 然后也是比较能够把握 可以做得比较更出色一点 对 对 所以我会选择有把握的市场 因为我希望大家只要一听到面包 他可以想到我 对 所以我会选择做这个事 所以一听到面包要想到吴忠燕老师 然后还有他这一本书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野菜佛卡下 其实书里面也有 然后我刚刚看了 其实每一个过程 包括温度 然后面团要行多久 其实上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都用照片呈现 对 所以其实非常的容易阅读 然后好准 一翻就中 真的 很厉害 而且看起来样子好漂亮 对 很丰富 好 那今天我觉得水应该可以全部下 再补一点 对 我应该全部下 那这一些要等到什么时候下 这个我们等一下 如果到扩展阶段的时候 我会先下橄榄油 橄榄油拌均之后 我才会把眼包加进去 OK 对 因为所谓后眼法的面包就是 像法国面包也是会用后眼法 有时候如果我们吃法国面包 你发现你买到法国面包 咬不动 轮轮 对 就是因为盐巴太早下了 对 因为盐巴会让面筋 形成得更快速 对 所以我们避免让它有这个状况 我们就是用后眼法 就是盐很后面才下 就叫后眼法 对 就是几乎 我们已经快要 已经扩展了 快要到完全扩展的时候 再下去 然后只要盐巴均匀散热 这样就可以了 是 所以我们这样子 现在就要等它嘛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就等它吧 好 我们这边饿速 好 然后我们现在 搅拌的已经差不多到 扩展阶段了 对 你看它已经收成了 很匀了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光滑面了 对 对 然后有筋度了 但这个 比较软一点 比较软一点 然后一样用慢速 老师会抓一把那个面团 然后把那个容器里面的油 把它全部弄下去 对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 对 好 然后一样变成慢速 然后等我们橄榄油 只要乳化 就是吃进去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把盐巴下去 对 然后 所以这样子预计有时候要大概几分钟 这个很快 你看橄榄油一块差不多了 对 因为量很少 对 然后我们只要盐巴再下去 就打散均匀这样就可以了 就完成搅拌了 所以我们就等它慢慢搅 对 所以不会很久 其实很快 对 所以现在有这些机器 其实是真的很方便 因为以前 其实就连我都没有用过手 说真的 真的吗 我那个年代都没有手 老师你几年 我1995年入行 所以已经25年了 对 好久 真的 你那个年代就已经没有用手了 对 只是有些东西真的是用手 像以前的丹麦面包 或者是我们吃起酥面包 上面那个起酥片 对 或起酥蛋糕 那个都是用手 那用手感 完全没有机器的 它现在是有丹麦机比较方便 对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盐巴也可以下去了 只要橄榄油差不多 我们盐巴就可以下去了 下去那个刷刷刷的声音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变中速 变中速 对 然后只要把它拌均匀 我们就完成了 是 对 所以现在可以听得到那个盐巴的那个 刷刷刷的声音 相对于等一下如果没声音的话 就是差不多了 没声音真的 很快 它会溶解 嗯 那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帮助它一下 因为它难免会 面头会卡在勾上面 对 我们把它稍微拨开一下 它也可以搅拌得更确实 所以机器其实还是要用手稍微盯着看一下 而且是要注意它的那个状况 所以老师你们这样子做的面包品相非常多 对 不就一直一直做一直做 对 我一天我最都会保持70到80种这样 70到80种 因为就是想要让 因为说每个人对口味上都是不太一样 对 没错 会有各自的喜好 然后我希望可以满足大家这样 所以就陆续一直出炉一直出炉这样 对 我觉得做面包其实比做蛋糕感觉上我觉得比较辛苦 会 因为你要等的时间会比较多 对 因为就变成我们作息都要配合发酵 所以你们就被面包带着走 跟着面包一起生活 吃饭的时候我们也都不会真的中午就吃 我们都常常两站点的吃 所以因为面包在发酵的时候 你不能停下来 你必须要把它完成 因为如果它已经最后发酵 已经可以烤了 你为了吃饭 然后它变得太大了 就毁了 对 前面几个小时都浪费了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 所以继续在打其实真的是挺快的 挺快 对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一样把它做一个稍微整形的方法 然后进入基本发酵 差不多30-40分钟 所以一样给它放着 然后把它盖起来 对 拿下来 对 谢谢 然后就放在室温就可以了 放在室温如果家里有发酵箱 发酵箱用发酵箱也可以 好 好 那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等个三四十分钟 对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蔬菜 怎么做前置的处理 感觉这个画面是要煮菜的 对 其实我们是在做面包 对 就是我们会先把花椰菜跟玉米薯先汆烫过 这两个要汆烫 对 因为像这种如果 因为我们烤这个面包时间很短 对 怕它不太容易熟 所以我们做汆烫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这边准备热水 那老师你汆烫里面需要加什么盐或油 我们汆烫我会放盐巴 放一点盐 对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茄子跟蘑菇为了怕它氧化 对 我们就用冷水然后一样会撒一点盐 放盐水 对 就冷的 这个是冷的 然后这个再煮 没错 就比较不会黑掉这样 然后我们花椰菜 就大概把它切大颗一点没关系 这么大 对 因为我们这样子等一下铺上去 如果你真的这么大可能也不太好铺 那太大 所以就把它稍微修一下 因为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再补小的这样 是 其实这个很简单 这个要稍微烫过 对 因为怕烤不熟 然后如果像这种比较 我们就会把它切一对半这样就可以了 对 然后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 检视一下看有没有菜虫 或是烂掉的地方 也对 对 可以把它排除 因为花椰菜里面菜虫最多 对 然后因为自己要吃了 所以如果你想吃白色的也可以 都可以对不对 就是加自己想吃的 所以其实很多蔬菜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对 然后玉米笋的话我们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四分之一 这么细 这样看起来可以比较立体感一点 对 因为如果你整根会觉得很单调 因为这样一根这样放在那边 对 那如果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装饰跟变化 对 所以等一下那个面包就变成老师的摆盘就对了 对 好 我真的很好奇就是 怎么会有人要把这个茄子放进去 对 真的很神奇 因为我觉得很漂亮 而且茄子理论上它咬下去应该那个水分会很多 对 其实这样烤过之后 它就不需要存烫了 因为它蛮容易熟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切块之后再切一半 对 然后放上去 最后我面包上面会刷一层橄榄油 然后橄榄油等于是把它加热熟化的一个很快的茄子 对 是 真的好聪明喔 所以这个要有中餐的那个跟西餐的那个创意才行 因为我还蛮喜欢做吃的 所以 好 所以这个是要烫的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烫一下 我们大概烫 大概30秒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 因为切小之后现在还蛮容易熟的 好 所以茄子也要切 对 还有青椒红椒 茄子的部分我会 因为烤了之后它会很容易水分流失 对 它会变很小 所以会稍微切大一点 对这样到时候烤出来 看起来也比较漂亮 吃力也比较有口感 不过茄子有时候就是比较怕 有时候你处理不好 其实它上面会变黑 就是咖啡色 就卖相很不好看 没错 所以我们烤这个 其实温度会更高 然后直接缩短 所以 因为面包这样设计的话 就是我们把它压很扁 对 然后烤的时间就是相对会缩短 对 所以你看像这个花椰菜 我们就要先汆烫过 对 所以我们做一个面包的时候 我都会先想一下 我最后是想要什么样的口感跟形状 像这样子 这一块一块其实也不小 对 但是烤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变小了 对 然后 面包烤了会变大 可是蔬菜烤了会变小 没错 我会再把它对半切 还要对半切 对 因为最后我们摆的时候会变这样子 平的铺上去 让它变宽面这样 对 所以老师从这个面包光真的就是一个摆盘的概念 没错 对啊 可是我真的还是很好奇 因为我没有看过大家把这么多蔬菜一叠直接放在面包上 好神奇 大概很久之前日本人就开始这么做 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因为现代人蔬菜摄取量都不够多 确实 所以我们在吃面包的时候还可以摄取蔬菜 我觉得是很方便的事情 对 真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家里要吃这么多蔬菜 可能要买那么多种 但是你只要买一个面包就可以吃到那么多种 对 我觉得还蛮方便 所以这款面包应该卖得非常好 很不错 对 但是因为处理太耗食了 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常说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切好之后会跟蘑菇一起泡盐水 所以老师我们这样子烫成这样子 应该就可以了 可以了 麻烦你了 谢谢 我们把它夹起来了 让它放凉 对 放凉 放凉 然后蘑菇就是把它切片 整个翠绿 蘑菇是要切片吗 对 切片 刚刚那个茄子是拌圆形 对 然后再切对半 对 所以我们就给它放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可以泡在盐水里面 直接泡盐水 对 泡着 然后我们就到又用的时候再捞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青椒红椒呢 我们这个会把它切成丁状 然后不用 它不用泡 不需要 就是最后我们只是点缀的颜色 所以我们这个就直接给它泡着 放在里面就对了 好 然后甜椒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就好了 好 其实它只需要配色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其实不用这么多 对 只是配色用 对 因为其实有很多 老师应该知道很多人不吃这种椒类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我们让它配色就好了 不过它烤过我相信它那个就是 那个甜椒的那种特别的味道也会消失 对 因为我们上面又用了很好的橄榄油 就是 其实橄榄油的味道我觉得会蛮强烈的 真的切得很细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盐水就是 泡这个只是避免它氧化 所以让它保持它颜色都还是漂亮的 没错 这个有没有说要泡多久 泡多久我觉得还好 因为其实只要过过盐水 它应该就可以 对 所以其实过个盐水 然后我们顺便也是在等发酵时间 然后准备食材 对 好 这样准备就差不多 好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先准备好 等你要烤的时候再准备就来不及了 就对 手忙脚乱的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 就是要放在那个佛卡厦上面的食材 我们都准备好了 没错 我们就来期待 等到我们的面包可以发酵好了 我们就要切了 切了分割之后 然后再稍微松弛一下就可以整形 OK 等待是值得的对不对 对 然后我现在要把它分割 我们今天一个面团是80公克 如果你想要做小一点再切小一点 所以还是可以看自己 对 那80公克做起来不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手掌 差不多 好 一樣撒一点点手粉 所以那板子还真好用 对 那这时候也都不要再去弄它了 对 就直接分割 分割成我们要的重量 80公克 没错 对 一样我们就是减少切割的次数 对 让面团完整性更好 那我们这样切割完了之后 对 就再把它做一个形 再滚圆 对 还是要再 再松弛大概15分钟 再15分钟 对 因为松弛这个动作必须要做 不然它很容易因为筋度太强了 对 然后我们会很难整形 所以你只要一动过它 你就要松弛 你就要等它 对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样把它滚圆 真的 老师这样随便搓两下就圆了 滚圆就是 因为这个面包稍微软了一点 对 所以我们会沾一点点手粉 对 然后滚圆就是我们 用手掌去推 画圆 这样它就可以 三四圈就好了 对 差不多 那像这样子大小不一样 小的那个如果进去 可能就不行 对 或者是平常 我们可以把它平均分掉就可以了 是是是 好 就这样 然后我们把它进去松弛 差不多15分钟 好 我们再等一下 所以我们要把它装起 就是盖起来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松弛15分钟 可以了 对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整形 就是会把它 拍成一个扁平状 对 然后所以直接在铁盘上进行 用拍的 对 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弄完就直接进去烤了 没有没有 我们弄完大概再松弛15分钟 还要再松弛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蔬菜放上去 就可以烤了 是是是 还蛮快的 对 因为一般面包如果我们到最后发酵 大概40分钟 对 所以只需要大概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这位老师来讲这就是快了 这个很快 你看 我们手可以沾一点点粉 把它 然后不需要到太大 因为等一下我们放蔬菜的时候 会再压它 它可能会再变大 对 所以就大概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差不多一个手掌 就是掌心这样子这么大而已 然后等蔬菜放上去的时候 它又会稍微大一点 那老师我看它上面好像有一点气泡 对 没问题的这个没关系 就不管它 对 就拉自然 这感觉有点像披萨 对 有人说 古代人说佛卡西亚就是披萨的祖先 就是上面你可以做任何变化 是 嘿 这样就有灵感了 对 那如果小朋友喜欢起司 其实事实上上面放起司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没问题的 对 对 我们店里有一款就是做脆菇的 就放蘑菇 先用白酱 然后再蘑菇 上面撒很多起司 对 那这个就等于是取代那个意大利面的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我们大概这样之后 我们会用擀面固拿开几个孔 开孔啊 对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面包没有开孔 烤的时候它很容易会烹起来 对 所以我们要让它有释放排气的地方 对 所以就不平整 对 怕不平整 所以我们要让它穿过去 好可爱 对 就平均这样就可以 大概这样 好 其实它最后还是会稍微密合 但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动作它比较不会 就会比较平整 烤杯的时候碰起来这样子 对 这个 好可爱的面包 感觉应该一个其实就是一人份了 对 对 如果女生可能这一餐就够了 应该够 而且最主要是很贴心 满满的蔬菜 而且各个颜色都有 对 对 你想要的五行 各种配色都有了 因为其实人还是会看外观 如果我们今天长得很漂亮 他可能就更想去吃这个东西 所以真的真的 老师真的是把他的面包当他的小孩在看 对 把他打扮得很好 然后就是装得美美的 对 不好意思 那这样子我们就 再等 就是我们把它盖起来大概再松弛15分钟 好 我们就再等他一下 这个面包就是不要让它太发 不要太发 对 不要太发 所以我们就是 所以10到15分钟其实就够了 就是足够的 对 谢谢 然后我们 我的话 我习惯会先放茄子 然后放的时候 会把它往下压一点 它比较不会 所以老师刚刚说 不要弄太大 因为你还会压 对 没错 三个 可能 很多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平均嘛 用掉就好了 真的满满的蔬菜 这个再软切一下 不会让紫色的部分朝上 对 很少的食物是紫色的 对 对 所以老师这样的配色就很吸引人 可以再一个 嗯 茄子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对 其实台湾现在蛮厉害的农业 应该都会有 那接下来我放花椰菜 哇 真的是很丰富 我都会先平均放一个 然后之后把它平均用掉 这样 对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那个食材 像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上班 其实中午的时候 一个这个其实已经绰绰有余了 这个还蛮足够的 对 而且这蔬菜量其实是够的 对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多 烤了之后你会觉得 其实好像比较少了 对 因为水分会被烤掉 对 然后它 面包又膨胀 对对对对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 所以其实我们在制作面包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很努力在放的 不是包太少 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制作过程 其实就知道了 老师已经很认真的把它塞 哇 从那个画面看起来 那个紫色真的很漂亮 真的 蘑菇把它放中间 把蘑菇放中间 而且是把它立起来的 对 那面包看起来有一个立体感 对 而且很有层次 对 哇很漂亮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喜欢吃什么蔬菜 都把它放进去 没错 然后它只是单纯这样烤 上面等一下老师要刷一点橄榄油 对 然后进去之后 会撒一点盐巴做调味 对 所以真的是一个菜盘了 没错 然后边边我们再把那个 玉米粉把它压上去 所以感觉像种花 对 就很随性 如果你今天 这边要放秋葵也可以 对 秋葵 秋葵把它切拌也是很漂亮 所以秋葵可能也不用汆烫过 秋葵 看你有什么状态 如果你把它切剥片不用 对 但如果你只是切对半 我还是会汆烫一下 对 是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容易熟 所以老师你会随着季节的不同 或者是食材的不同 上面会有一些变化 对 对 所以真的整盘都上去了 这样客人也会有一点惊喜感 对 那最后 我们 我会先刷橄榄油 刷完之后再撒这个 因为这个撒上去我们就不好刷了 对 因为它切得比较细 对 然后 这个作用也是因为我们用很高温 也怕蔬菜会黑掉 对 温度太高了 所以我会刷在蔬菜上面 最上面 对 那因为自己用就是都会用比较好的橄榄油 没错 我都是用初榨的橄榄油 对 其实初榨的香味是真的非常好 没错 对 然后像这样子你也不用担心油真的太多 因为初榨橄榄油其实对身体是好的 它是健康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要吃真的 老师就讲说 为什么他很喜欢做面包 其实他在做面包的过程中 就是所有的东西 物料啦 食材啦 跟所有放进去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看得到的 没错 所以他放心 那他也放心的做给大家吃 没错 所以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也是一样 对 虽然是好像感觉很费工 你看我们整个过程下来 又要醒面团 又要等它就是稍微松弛 真的等来等去 确实是 花了很长时间 搞不好一个早上到了下午 面包出炉 可是就是那一刹那会让人家觉得很兴奋 对 然后再撒一点盐 之后再撒一点盐 我盐撒完之后 我的周围一样会刷橄榄油 就是让它底部可以酥酥的一种口感 是 盐撒的时候就尽量平均小心一点 不要撒得太多了 所以不用胡椒 只要盐就可以了 不用 对 但如果你喜欢胡椒也是可以加 也可以 对 这里就已经有点像做菜的那种感觉了 对 然后最后我们就把橄榄油刷在周边 就是让底部可以产现酥脆感 对 因为它到时候它会吸收进去 对 真的就是一盘菜的感觉了 对 好 所以这样子真的呢 差不多这样已经差不多可以上菜了 我觉得 非常漂亮 好 接下来我们装饰完成了 可以烤了 那烤多久 我今天会用比较高温 我大概用260度 对 然后底火是220度 好 可能大概烤8分钟左右 好 我们就期待了 好 真的很漂亮 就这等于一盘 就是一盘菜的感觉 对 就可以一餐了 一餐 真的是一餐 如果上班族这个午餐其实就够 也不用叫便搭 对 所以我们的野菜 胡椒下 上菜了 谢谢 哇 这个是一盘菜 我觉得它比披萨更丰富 真的 说真的 如果是披萨跟这个 我会选这个 而且披萨热量超高 对 这个完全没有起司 这个可以动手吧 可以可以 请用 应该不用切吧 不用不用 独享 你看 这个这样子要先吃哪一个呢 我会先想吃茄子 想吃到口感 我没有想过 茄子可以跟面包合在一起 很酥脆的声音 而且茄子很软耶 对 好香喔 有泡过盐水 然后颜色会漂亮 然后又有点调味 好好吃喔 比披萨还好吃耶 真的耶 谢谢 而且跟一般的那个我们 我曾经买过的一些佛卡虾不太像 对 我觉得它真的更像披萨 而且 哇 老师 你那个橄榄油 很香 好香 最后那个橄榄油 然后那个蔬菜的整个水分 跟那个 那个 真的是吃到那个烤烤烤烤 然后又有一点那个橄榄油的香味 然后一点点咸咸的 对 哇 刚刚好 这个如果带去公司 然后吃午餐 我看全部的人就趴过来了 真的 哇 一个就够了 这个叫野菜 博卡虾 所以可以做很多变化 而且更厉害的是它这个 这个蘑菇 上面烤的上面那一层都这样 很像锅子煎过一样 对 会有焦香味 对 真的好厉害 所以我说烤这个需要很高温 好佩服你啊 你这本书 来 我们一定要郑重介绍一下 谢谢 老师把每位经过他的想像调整 还有25年的经验 全部都把它呈现 然后实践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这本里面有五十几道 对 然后老师店里面随便每天 就是出个七八十道的那个面包 没错 很辛苦喔 因为做面包真的在节目上要呈现 要一等再等 可是好的东西就是值得等待 没错 谢谢 谢谢 舒适够健康 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